永年啊 就是说杨家的故乡嘛 永年有几个老师来台湾 请他来表演啊 后来他们回饭店去 我就到他们饭店去 请教嘛 人家是杨家的 创始人家乡啊 他说你练什么的 我说我练这个 我就这样一站了 我一启示 他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什么派的 这是谁传下来的 他们看的是这个 他们看的是这个 他们只看得懂这个 就跟看很多太极拳表演 那个坐架底下的都在讲 他这边这一招是 这样多一招 我们那个有这一招 我们那个的这一招守在这边 他们的这一招守在他们只看得懂这个 对啊 里面的东西细节的东西 他们完全完全不懂 所以你拿一张照片给他们看 他们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啊 对啊对啊 要不懂 这样不错啊 这样没错 所以我一直在教你们看嘛 对啊 在教你要看什么嘛 对啊 对啊 现在我才好 这样我们才能看啊 你不知道要看什么 你只是看啊好漂亮 他好快哦 打打得很漂亮 他怎么打的里面的东西 这一拳出是怎么出出的 他的身体运用是怎么运运用的 你完全 这个跟这个 你要自己练才感觉出他的差别 你在看别人练 你才小小小小 或者你自己在做 你都分不出来 那时候你就不知道这是两件事情 就不知道这个跟这个是两件事情 是不同的力量 是不同的肢体运动 那国术里面比这个细腻的东西太多了 是不是 那你如果分不出来 你分得出来 这样动 跟这样动的差别吗 你没练你就分不出来 我影片给你看也没用 因为你不知道它有差别啊 要不懂 所以很多老前辈的照片全都是宝啊 问题是说你是不是能够看得懂 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的时候就认为 现在的人练得比以前人的漂亮啊 是不是 你看董英杰练那个 那个杨首东练 他们的架式还是这样子的 没有中正嘛 没有中正嘛 我们这样子练多漂亮 中正 是不是 舒展大方 什么杨首东 董英杰他们练 是这样这样练的 是这样这样练的 不对 是不是 不是 因为你只能 你只看得懂行啊 你看不懂他在干干干干什么 你看不懂他这个里面的东东西啊 知道吗 那一个东西你自己练到哪 你才能你才能懂 你才能懂到哪 所以那些人的照片 在我们来讲全都是宝 你到什么程度啊 我不是给你们看吗 像杨家的杨首中的董英杰的 附家最老最老的那个是叫什么 附中文是不是 附中文的 他以下的就不要看了 噢 薛颠的 薛颠的那个很 那个薛颠的很深 孙露堂的大家都在讲孙露堂 孙露堂的东西啊 你根本看看看看看不懂的 孙露堂的东西你不要学 你根本看 你根本看看看不懂的 噢 所以有有有些 有些东西他好就是好 你一直看一直看 噢 跟着你的程度的增加 你看出来他那个知识里面的东东东西了 噢 那你看出来为什么他跟今天人练的不不不一样 薛颠那个那个试子出来 薛颠那个试子出出来 是这样子 今天为什么练行义的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跟他这样子 是有什么差别的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样子 为什么现在的人变成这样子 里面是学问啊 那你到底要练你练你练你到底要练这样子 你还是要练这样子 你是要练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子 都是问问问题 都是问题 那问题是说你在什么程度 那么懂 所以国术的东西就是就是这样子 没什么好真的 你看到那样子 你就那样子 因为我再跟你讲多 你也不懂 因为你没看到嘛 你自己有练出来胯了 你才能看得懂胯 你自己练出来当了 你才能看得懂当 你自己练出来那个连连连连结了 你才能懂什么叫连连连结 就是这样子 不能取巧也不能从书 不能从书 书上得这个知识 一点一点一点用都没有 好 所以经典后来被改嘛 很多的经典都被改 就改一个字两个字 什么原因被改 因为看的人他认为你这是错的 因为他练他不是这样子感觉 他就把你改 改掉啊 什么 太极拳有一篇 有一个说什么 什么关键在 在腰间啊 命运源头在腰系 命运源头在腰系 我看有些人改成命运源头 在腰间 腰系跟腰间不一样哦 差很多哦 那到底是系还是间 为什么是系 他指的这个腰是什么 他指的这个腰是什么 为什么他讲腰系 为什么后面的人改成腰间 因为他不懂什么叫腰系 我这个腰没有系啊 他把腰当成这个腰啊 我这个腰没有系啊 我这个腰怎么做也做不出腰系啊 腰系是两个东西中间那个缝叫做系 是不是这样子 在腰间你可以解释成就在腰的这个部位 插着十万八千里啊 那为什么他要改成腰间 他不懂腰系啊 太多了 啊经典里面太多这种东西被改了 因为后人不到那个程度 他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一定是前人误会了或者表达错误了 他就把它改了嘛 一字之差整个变了 对 好吗 道家经典也是 这种这种东西太太太多了 从古道经啊 人家要毁掉一个一个学学学说 要毁掉一个学说 不是去烧掉这个学说的书 不是去禁止这个学说 而是把那个经典改一两个字 对啊 你去留 你去传 他把它改掉了 关键字改掉一两个字 你去传嘛 传下去通通是错的 那道德经典也被改过 对 很多都 圣经被改过 不晓得多多少遍了 有一件事情很奇事 古代的围棋棋谱 他大概现在研究了大概几十年 他觉得也没有很厉害 可是问题是现在AI去验证 哇靠啊他是对的 对啊 这很神奇 因为这不可能嘛 而且它是对的 对啊 不代的有那么厉害吗 大家都很神奇 对啊 不过师傅古书要 古书能尽弃吗 因为古书他们有时候在写的时候 也是会不会有像现在的状况 有时候会有加油的人 或者是天术的状况 会啊 在以前啊 我现在在看一本书啊 他是讲到 讲到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啊 那个时候有一些人 他是超写员 那个时候的印刷数还没出来 所以古本要用超写的嘛 那主要的超写员跟图书馆是在哪里 是在教堂里面 教堂里面呢 他是会试字的 字写的漂亮的 写的快的 你就去当超写员 你就不要下 下田 这些超写员 他给他怎么抄 你抄这一行 你就其他的盖着 你只抄这一行 然后再盖着 他不让超写员去了解书的内容 他只让你抄你看到的字 你不要管他对还错 你不要管他对还错 因为这样子抄写 才能够百分之百的复制 可是中国很多的经典 他不是这样抄写的 他抄写是他认为他懂的 他去抄写 当他懂这个意思 他半懂不懂来抄写的时候 就完蛋了 当他认为抄到这个地方 这不合理 用这个字也不顺 他就把它改掉 他认为这个好像跟我的经验不合 他又把它改 改掉 一代一代的改下去 经典就毁了 所以真正的抄写 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在练东西 他不要你懂 小孩子练拳也不要你懂 念书让你背也不要你懂 什么原因 就是这样子 就是让你完全复制 你在学的时候 你不要去判判断他对还错 你在学生时代 学的时候 你不要去自己去判断他对还错 你没有那个资格判断 你判断对还错 是当你学成了以后的事 所以小孩子你就背 你不要管懂 练拳 师父怎么教 你就这样练 是不是 现在的人讲说这样是错 错的 可是我最近看到那个书 那个书 原来当初他们 他们传一份经典下来 原来他们用的是这个方法 当然他还有原因 就是宗教时代 天主教时代 他不要别人质疑 他不要别人思思思考 这也是一个原因 是不是 但是不思考 反过来讲 不思考 不质疑 他也保证这个经典 十个人超 还是跟第一本是一样的 他保证了这个 是不是 所以反过来讲 这个经典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 抄下来 一代一代抄下来 绝对会变 人的主观意义 意识 绝对会改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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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啊 对啊 我现在每次 跟特地上都说 哇靠 我又懂了好多 以前学的根本不是什么东西了 然后你再下个月又会这样解 对 我去年学的东西也出来 大概不得了 那怎么死定了 对 对 对啊 对啊 对 啊 这个是 这是很有趣 很有趣的事情 啊 发现哦 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对啊 都一样 欧洲也 也经历经历过这个 经历过这个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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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我们上次的见